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8年10月2号星期二 相信各位小伙伴呢 很多人呢都会一直在沉浸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 一直在休假对吧 那除了休假之外呢 也欢迎各位来多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呢看我继续来录视频 因为我之前说了就是我尽量要保证就是日更 或者说至少保证一天一个对吧 然后呢我之前呢可能有一天最多的时候一天更新了七个视频 然后少的时候呢也有一到两个 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今天想和各位小伙伴聊的是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这个小伙伴发微博 还有这个微信来问我 就是说关于这个万一如果雅思没有考到这个满意的分数 然后呢该不该去英国或者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 这些英联邦国家读语言班的这个话题 那我今天想和各位来说明一下 什么叫雅思没有考到标准的要求 然后想去读语言班呢 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英联邦国家大学呢 比如说英国澳大利亚还有这个加拿大 还有这个新西兰呢 通常呢会给这个国际学生呢设定一个入学的要求 比如说雅思的总分要求6.5分 然后单课不低于6分是这样子 然后万一呢如果你的这个雅思当科或者总分呢 差那么0.5分到1分的话呢 可能学校呢会给你一个conditional offer 就是有条件的一个录取通知 就告诉你比如说通知你 可能可以呢提前到一个大学的所在的城市 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悉尼或者是伦敦或者是曼车斯特 或者是利福普或者是说木尔本这些城市 然后呢再提前到那边之后呢 在大学的语言中心呢读那么三个月到半年的语言 当然这个标准呢每个人不一样 是根据你的入学时候的雅思要求 以及你考的雅思分数 然后当课不一样来匹配的语言 通常呢如果是差0.5分的话呢 一般是配10周这样子 就是说提前到那边然后呢来读10周 或者说三个月到半年的语言 然后呢就是说读完之后呢就不用再去考雅思了 就直接可以就是只要通过语言班 就是内部自己的考试 然后呢就可以认可你相当于这个雅思的这个标准了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读大学 然后呢就不用再去考雅思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捷径 OK 那很多朋友呢就会问 这个语言班到底该不开去读呢 有的同学会有的这个家长 会有的这个中介机构会反对 说不要去读 为什么呢 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是让费钱 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说语言班学不到什么东西 就你还不如在国内 或者在你所在的城市 考雅思考到要求之后 再直接过去直接进入主课 进入这个正常的学习 就不要去读这个语言班 那其实我想说啊 我建议各位 就是我真心的建议各位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的雅思没有考到要求 然后呢 中介或者说大学 给你配了一个三个月到半年的语言课程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 我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去读 为什么呢 原因有那么几个 我先首先来说一下 首先我见过很多朋友 他不想去读语言班 就是理由也是一样 就是说听说就是学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呢又很 这个学费又很贵 对吧 然后不去 想在国内自己死科雅思 死科雅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直考一直考 就是考很多次 然后考到这个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截止日期已经到了 还没有考出来 到时候怎么办呢 只能延期 比如说明明是应该是今年九月份入学的 在九月份之前 没有考到这个要求的雅思 所以呢只能延期 因为不读语言班嘛 对吧 他不愿意读语言班 所以只能延期 延期到明年二月份 那延期到明年二月份之后呢 还是没有考到要求 所以呢又只能延到明年九月份 等于说就因为雅思可能没有单科 或者总分没有满足要求 延误了一年到半年 这种情况我都碰到过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想死科雅思 但是请注意啊 雅思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奇怪 并不是你付出了努力 就一定会有收获 或者说一定会有满意的收获 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总分到了 单科差一点 或者说单科到了 总分又差一点 总有那么一些分数呢 就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所以各位 尼斯科雅思 这个这个命运呢 是不固定的 就是说变数很大 但是如果到这个 你所在的大学去读语言班的话呢 这个这个怎么讲 就成功率高很多 因为这个在大学的语言班呢 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认真的上课 然后满足出勤力 然后呢 跟老师有良好的互动 包括你完成作业 然后呢 学习它都比较好的话呢 大概率都会通过 而且这个大学的语言班的通过率啊 一般情况下是80%到90%以上 不会特别低 所以呢 这个稳妥性比亚斯强多了 好 我还有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原因 支持大家去 为什么呢 首先啊 至于语言班 能不能学到东西 这个我不去表态 但是我觉得我们 我建议各位去读语言班 并不是说你要去学到什么东西 而是说语言班是一个非常稳妥的 可以帮助你能够按时进入大学 开始进入主课 然后呢 能够提前 就是怎么样 就是按时毕业 这么样一个途径 对不对 因为你考考思 那个是不知道怎么会出分数的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但是呢 去语言班的话呢 这个这个 怎么样 就是顺利通过率呢 更高一点 只要你能够顺利通过 然后呢 进入主课 读一年 一年两年出来 对吧 然后只要你开始找工作 你比别提前半年到一年 毕业找工作 对吧 你找到工作之后 赚的钱 绝对马上迅速 就把言语班那个学费 就赚回来了 而且 这不用深层钱 对吧 而且你提前半年毕业 无论是就业形势 无论是买房的政策 无论是就业政策 都比晚半年 晚一年好很多 各位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这个各位都知道 可能就业是一年比一年难 然后呢 买房 房价是一年比一年高 然后买房的政策呢 可能尤其是北上 广深圳这样的城市 限购是一年比一年严格 还有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有个东西 还涉及到回国要落户的政策 对吧 也是一年比一年隔 就是你早一年毕业 早半年毕业 什么主动权都在你自己手里 至于这个语言班 能不能学到东西 我真的不在乎 我只是在乎你希望 就是说你能够花一些 一部分钱 就是时间永远比金钱更宝贵 对吧 就你不用心疼那点学费 就你花一点钱 然后呢 买到这点时间 然后呢 尽可能的 就是说按正常程序来走 就是按部就班的 读案语言班 顺利毕业 顺利毕业之后进大学 进完大学 认真上学 然后呢毕业 然后呢 该做什么做什么 而不是说你非要 就为了省一点钱 而去死科亚思这样子 那我碰到 刚才讲过对吧 碰到耽误一年的 耽误半年的 后来可能就业 也比人家晚半年 晚一年 那所有的政策都不一样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你想在北京落户口 买房的话 对吧 如果你要晚了半年 那房子一套 可能就涨几十万几百万 根本不是你那个学费 能够比的 对吧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 落户口的政策也是一样 就今年可能就这个政策 然后你晚了半年 晚了一年 明年就另外一个政策了 可能就落不了了 所以这个风险都极大 我的意思是说 你根本不用在乎钱 那点钱 你毕业之后找工作 工作几个月 马上就赚回来了 但是时间是回不来的呀 跟这个时间相比 金钱真的不值得一提 所以各位 我希望你说 你懂的这个 我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时间真的是我们最宝贵的因素 钱根本不是 所以只要能够用钱 花钱买到时间的话 你尽量去买 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多出来的半年 一年 或者让你能够正常的 顺利毕业的话 就是好的 至于那个原班 学不学得到的东西 真的不用在乎 而且我再说一句话 你去原班 本来也不是为了学东西的嘛 对不对 你就是为了 买一个保险 让自己能够尽快的 进入主客 对不对 所以各位 雅思真的是有时候 怎么讲 运气成分很大 或者是说这个风险的 不确定因素 导致这个雅思呢 就很不稳定 但是呢 原班比雅思稳定很多 所以各位 再听我急急劝 如果你能够有机会 比如说学校给你配了这个 原班课程的话 尽量去读 但是有一点 我想强调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 学校给你配的原班 一定是直升班 什么叫直升班呢 就是原班分有两种 一种是直升的 一种是非直升的 直升的 就是大学的语言中心 自己班的原班 读完这个原班 然后通过原班的考试 大学认可你原班的课程 然后让你直接进入主客 但是非直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意思说 它只是个培训班 然后你读完之后呢 还要去考雅思 那个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各位 你再去读之前 你一定要再三反复 和中介确认 你读的原班 是大学自己的原班 因为大学 自己会办原班 还有就是说 大学可能和外面的一些 私立机构 对吧 合作原班 那个合作的原班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因为合作的原班 大学肯定是不人口的 它肯定还要你继续考雅思 如果是大学 自己办的原班 或者大学 自己的原中心的话 那就不用了 就读完这个班 直接只要通过考试 就可以升入大学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 而且英联邦国家 大多数大学 都有自己的原中心 所以呢 我碰到 就是我在我留学 或者是说 我工作这么多年里面 我碰到的这个学生呢 大多数 就是都是走的 这个大学自己的原班 几乎没有 这个去私立原中心的 OK 这是所有有朋友 来反复问我 我给他们的这个理由 就这样子的 我今天也和把这个内容的分享 给各位关注我视频的 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我希望你们知道 这个时间是最宝贵的 用金钱去买世界 永远花得来 而且能保证你 能够顺利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毕业 进入大学就好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 分享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